第167集 四日 我张兴雨和童谣就住了村子 生生的确是在村口等着我们 之后我问童谣哪有人神亡 他说长白山呢 然后我就走去长白山 然而就当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我接到了我妈电话 他告诉我今天唐师傅去家里找我了 我一开始还没在意 以为听错了 就问我妈哪个唐师傅 我妈就说 就是之前救你命的那个呀 话刚说完 我的手机不自觉地掉在地上了 唐师傅他不是已经死了 难道说他没死 还是说去我家的根本不是唐师傅 不管怎样 我还是以最快速度赶回了家 生怕我母亲会出现什么状况 回到家后 家里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状况 母亲也很正常 我焦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唐师傅呢 啊 我就在家做饭呢 有人敲门 一打开门我也没料到是他 然后他就问我你呢 我说出去了 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大清楚 然后他就留给你一封信 走了 信 我赶紧问 信在哪儿 啊 就在屋里呢 母亲说着就往屋里头走 我也赶紧跟了过去 最后他就拿出了一封黄色的信封 给了我说这就是 因为怕这信里有诈 我并没有先打开 而是带着童谣他们出去了 等到了一个没人的接口时 我才拆开些 里面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是写着字的书写 而是一张画 画上画着一只青蛙 被一条蛇死死缠住 而且旁边还有一只癞蛤蟆 手持尖刀插进青蛙肚子里 后面背景是一个湖 湖的四周是山 我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画中的癞蛤蟆和蛇 就是金蝉和白鳞 而那只被缠着的青蛙 就是青鸡大将 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告诉我青鸡出事了 我的心里一紧 有种不祥的预感 青鸡虽然跟我打的交道不多 但是却救过我的命 如果他真的出事 我能帮的一定得帮 可是上次离开的时候 他说他去找朋友了 之后就没了消息 此时却突然冒出来一个唐师傅 并且还给了我这样一幅画 这事情蹊跷得很 这是不是有诈呀 唐师傅和青鸡压根不认识吧 童谣也看出了猫妮 问 我也觉得不对劲 可我妈说 见到了唐师傅 她肯定不会骗我 如果说有人化妆成唐师傅的模样 骗了我妈 那这人会是谁呢 她的意图又是什么 会不会是你们说的 那个唐师傅没死 他给你们传的消息呀 张兴宇突然问道 不大可能 唐师傅当初吃了丹丸 老白爷说 吃了那种丹丸下场就是死 而且还被金蝉吃到肚子里 怎么可能会活 估计那个唐师傅是假的 如果猜的没错 应该是金蝉派来的 而金蝉的目的 或许就是引诱我们 我说 引诱我们 她既然有实力 派假的唐师傅到你家 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 我觉得不像是假的 童谣说的 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 算了 这幅话也说不出个什么了 咱们现在还是赶紧去 唐师傅家里看看 看看是不是她真的回来了 我说完 她俩点点头 然后便带着生生 一起去了降见唐师傅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